所以接下来把这个档 Ecalypus Python把它打开 那我们就看到里面有一个 那个Python的一个执行档 那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装那个JDK 是那个32位元的话 你理论上启动它就OK了 就不会有找上那个什么 它需要JDK JVM的问题发生的 那记得就是 如果你是32bit 你的JDK也要32bit 那当然同理可证 如果你是64bit的 你就是要用64bit的 这相对要是同样一个版本 好那这边的话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Workspace 那其实那个Ecalypus跟 其他开发环境最大的差异 我觉得他可以做专案管理 那也就是说他会先问你一个 你说Workspace将来 放你专案的那个资料夹在哪里 也就是你以后 所有做的东西 一样可以把它放低一点 所以请记得那个Workspace 预设置是把它放低一点 那名称的话 我叫Python的Workspace 那当然未来你可以做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专案 你可以再取另外一个Workspace 可以切换的 OK 然后你就Lunch它 把它弄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不可以是它就 开起来了 它有一个Welcome的画面 不过你可以把它关掉 Welcome 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里面File 里面就有New 不过它预设本来是 那个开发Java的 那你怎么去开发 那个Python部分 其实第一次你在启动的时候 这边有个Other Other意思是说 你要开发的东西 不是Java的 而是你要开发的是Python 所以呢 记得第一次 你在新专案的时候 记得选那个Other里面呢 那这边就有个叫PyDiv 底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 PyDiv的project 其实我们就 其实是Python的专案 那你可以选这一个 将来如果有Jungle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什么 PyDiv Jungle的project 有没有 就可以做我们后续的开发 它的好处 我是觉得 它比较完整 不像说那个像Jupiter 有点片段片段的 那那个我不太喜欢 因为将来你还是要把它组织起来 我觉得相对麻烦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它就有个环境 它就在这里 OK 那所以呢 第一次你就选择像这个 PyDiv OK 但是呢 第一次你输入 比如说一个名称好了 它问你说你的那个 那个Parser Name 那你就Test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叫Test 那你会发现 上方会有个错误讯息 XX 为什么 因为它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它不知道 你的Python放哪里 你的Python的韩式库在哪里 那理论上当然我们是放在低叠它旁边 可是你没有设定好 这边一样是无法建立出来 所以以后同学看到XX的话 通常是你还没有告诉Eclipse 你的Python放哪里 那问题是你要怎么告诉Eclipse 它那个Python 我们理论上是放旁边的 所以另外我们有解压说低叠 会有一个那个什么 Python的37 37是3.7 是它Python的版本 那目前好像最新也是3.7 3.72吧 那3.8好像是目前是Apha版 还没有上限 有的话你可能是Apha版 不过还是不建议用 因为可能如果有一些状况 挖身 那你可能没办法处理 所以还是建议用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然后32的话是32位的版本 OK 那我怎么告诉它说 我的这个Library放这边 那里面的话就是一些什么 Lab 顾名字里 Library 我们一些相关的Library 就在这里 那你也怎么特别注意 接下来 一开启那个Equibus的 二的话呢 请你到那个Window 里面有个设定 设定里面特别注意 最下面这个 这个叫Preferness 这里面的话呢 你就点开来之后呢 一样会有一个什么呢 PyDiv OK这里 这个当然比较需要 那个设定的比较里面一点 第一个就是PyDiv找到 第二个请你找到 叫Interpreters 在Interpreters里面 还有一个在Python的Interpreter 三层 OK 一 二 三 四 五个动作 OK 也不用特别bet 大概 特别做个一次两次 接下来旁边有个New New的意思是说 我要新增一个Python的那个Library的环境的目录给你 当然你们如果有装那个Arcahonda也可以啦 因为它里面其实它等于有点像是Python的那个什么 有点像是 急就大 怎么讲 它把所有东西都已经打包了都放进去了 像什么Nampa 有一些Panda 它已经都帮你装好了 但如果这个预设的版本有一些是没有 你要手动再安装 那我比较喜欢是 反正你先给我需要的 我以后又用到我再自己把它装起来就好了 那个Arcahonda是全部都帮你装好了 OK好 然后呢 Browse一下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Python的位置是在低谍底下的Python的3732 那你接下来告诉他说 如果将来compiler的话 我们会用这一个叫Python的exe 那所以呢 主要是告诉他说 我这个ex放哪里 这个位置是 我是放在低谍这个路径底下 找到他了 这样就开启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按开启 然后OK之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在这个目录底下 这个目录底下 帮你找到他的compiler的执行档 另外的话呢 他也会去搜寻里面的其他的DLS DLS就是那个Dynamic的那个Link的Library 就是也是Library还是酷了 然后还有也是Lab也是还是酷 反正就是这一些 这个SitePack 这个其实就是从网路上安装 然后再去装的 所以蛮多东西 未来要安装都不装在下 不过就是自己的目录按OK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设定 按那个Apply close掉 把关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已经合体了 二合为一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设定好 大家可能会跳出什么 要不要那个防火墙 因为可能你CAPS 他会到那个网路上去抓一些东西 当然理论上是允许的 把它允许一下 OK 好 糟糕 密码 密码 真的吗 这个吗 输入什么 三个吧 试试看 讲多什么 这样吗 你要确定 哦 好 可是不是说时间权限过了 你试试看吗 哦 嗯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 那就OK了 反正我们OK了之后 再建一个新的专案 New一个 那一样 New一个什么 Other OK 那我们设定的是PiDev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找到PiDev Project Nets 然后名称也许先取一个Test 也许我们先Test 那版本跟他讲说3.6 因为他没有3.7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给他一个Project Name 然后版本的话选3.6 另外这个地方 因为他需要一个Package 如果你没有选第二个 你要手动去新增一个Package 的名称 比较麻烦 我是建议你干脆 create一个SRC 这个跟Java那个蛮像的 有没有 就建一个Package给他 OK 你选这个选项 OK 那将来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Package里面 去建什么 建那个我需要的Marge 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Finish 看这个专案能不能成功呢 OK 那把它呢 Remember 把它Open好了 OK 好 这个时候 你的 这个地方 就新增一个专案 里面就会有一个Package 名称就是SRC 就是Horse 也就是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开始写一点程式 那要写什么呢 也许你就New一个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记得哦 未来呢 如果你要新增的东西 这一层 反正它三层嘛 上面这一层是专案 再一层是Package 它的里面一定是Marge OK 所以一定是Project Package Package 就是号件 再来就模组 Marge OK 一定会三层架构 所以我们一定是在那个Source SRC的这个Package里面 撰写什么 撰写Marge OK 所以以后记得了 反正这个流程 你搞清楚以后就照这样做 以后就新增Marge 新增Marge 以后就把Marge 放在这个Package里面 就OK了 如果你还有新的专案 你就New一个新的专案 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OK 应该没问题吧 我先Test一个 给过一个按右键 New一个 Marge OK 然后 这个不用 Package因为已经是这一个 所以Package空白 Name的话呢 也许我们 就给它取一个名称 随便取一个 比如说Test1好了 类似这样 Test01 OK Finish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OK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要不要Template不要 所以我用按Cancer好了 不要Template Cancer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写 写什么 比如说A等于3 Enter B等于5 Enter 如果sum 等于A 加上B的话 它会提示 然后呢 请你Printer Printer就这个 Printer什么 Printer sum 那请问 Printer结果会是多少 好吧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 把它Run一下 应该看懂这个 层次很简单 Printer 它这边Run 它会用我们刚刚设定 那个Python去Run它 OK 再OK一下 自动会把它秀出结果来 秀在这里 OK 好 那请各位应该 没问题吧 因为很简单的动作 然后再把重点提一打开它 二 请你先在这边设定一下 设定这边 一 总共五成 再来就是new一个 记得new一个新的项目 你会发现现在已经就有了 把它取代掉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今天 这个懒人包Run好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张了 我们可以开动 后面就这样做 反正就一直Run Run你的module就对了 那module 后面你就 你要做网路爬虫 或者是说 你要做后续的 什么 人脸辨识 或者是说 机器学习 其实都在这边Run都OK 如果我说 有一些package不存在 你自己在这个网路上抓起来 它就会有这东西了 所以你可能慢慢 先从基础的东西 然后慢慢延伸 这个延伸性非常大 OK 其实利用这一套环境 都没有问题 而且这一套环境好处是带着走 马上可以开发 OK 我觉得是还蛮OK的一个懒人包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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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